接下来有一对相声员 他们的相声金味十足 有请金言 陈素 哎呀 能来天津表演相声啊 我们心里都特别地高兴 您看见这位没有 喜极而泣 呸 你们家办喜事才这模样呢 怎么个意思这是 什么怎么意思 我在天津我让人欺负了 没人同情也没人管 我心里难受 不是 别 别 别捣气 挺好的节目现场 没关系啊 咱们天津观众 热情 讲道理 您有什么委屈 现场您就说出来 大家都给您做主 行了 那我就说说吧 对 您平和一点 您看我呀 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 原来呢 在上海一个大买卖里 当销售经理 什么大买卖呀 上海耳部健康精密仪器制造厂 生产什么精密仪器呀 耳挖勺 说这么热呢就一铁铺 干了好些年呢 也没挣着钱 那是 说是要上市 一直也没信 穷疯了吧你们 后来由于我这工作努力 我们厂把我派的天津 任命我为这个 驻亚太地区的销售总监 别没修没臊了你们的 在这个小白楼啊 有一个四平米的旗舰店 四平米 不是您再给这旗舰采翻了 这不就是一摊吗这个 反正是挣不着钱呢 那肯定的 我连租房都困难呢 也是为难 应了您那句话了 咱天津人呢都热情好骄啊 哎是是 哎呀有一个买尔挖勺的一个老哥哥 看见我长须短叹呢 人家跟我一聊啊 还真帮忙 怎么说的 哎哎哎哎 别找机 我给你想着 别找机 哎哎别找机 听着可耳熟啊 要不然您干脆合个影德了 怎么了 这著名的丁文元先生 哎我跟你说啊 我有老哥哥 姓王没起站的 他搬家那老方的空头来了 你足踏那个 指定便宜 这也是熟人 王德成王先生啊 今年的这个刚退休 是他纠纷那年三十一嘛 我就搬他的那去 哎 两室一厅啊 嗯 该有的家具电器啊 什么电视啊 冰箱啊 热水器 也都有 这就挺好啊 一个月四百块钱 这房租可太便宜了 还没要我押金 说我这个生活困难呢 让我一个月一节 这人多厚道啊 哎呀反正自从搬进王德成这房子 我这日子是好过起来了 你这安定下来了 白天呢卖尔瓦勺 晚上回家甭管多累 怎么着 收拾屋子 爱干净这人 不出一个月啊 嗯 这老房子 让我收拾的跟那没入住的新房一样 够意思啊 住了一个月啊 嗯 说王德成找我来这收房租来 月节啊 就这天呢 嗯 我早早的在小区门口我等着他呀 多客气啊 那天是雨加雪呀 到中午十一点半他才来呀 瞧瞧 哎呦我说那王大爷 别想大爷 我才六十二 叫王哥 多位啊 我说那王哥 我跟这儿等了您两个多小时 喊那么客气吧 走 紧我紧我说话 我说别别别别 别别别 我是跟这儿等着您 请您吃顿饭啊 哎呦不止不止 客气吧 我说不是啊 您把房子这么便宜租给我 我打算表示表示 嘿 不止不止了 我说必须吃 走赶紧走 哎呦我给他拉到饭馆去了 哎我是吧 啊 您也是 您这在家等着 老头自己上了门 七壶茶 聊会儿天 到饭点 你再请人吃饭 何许的你风里雪里站一站我 我跟您说呀 我是真心失忆地请他吃饭 这我信 到饭馆落座 我说这个王哥 我也不赋予 咱们呢 就简单几个菜 心意 我说伙计 来一个油爆虾 哇 再贵我也请不起了 对 来四两酒 天冷的 您给温热了 省得您喝的胃里边不舒服 想得周到 这王德成不好意思 大师 你看你这一根一根的卖尔瓦烧 这容易嘛 这顿我请 我说别别别 您呢 要拿我当的一般租房的 这顿您请 您要拿我当朋友交 这顿我来 这话说的我听着都暖和 九过三旬呢 我从怀里掏出一信封来 我说您拿着 这是一千二百块钱 我说您这是一个季度的房租 您能少跑两趟不是 我说您这么困呢 您给那么多个吧 我说再困呢 不差这几百块钱呢 得了得了 我妈也不说了 我吃饱了 喝不足了 走 到家看看 哪儿秀的哪儿补补 我说不用 我说您看天这么冷 我不是不欢迎您 上楼下楼 他也不方便不是 那房子好着呢 您就放心吧 什么也不缺 您吃饱了 我说结账啊 结完账 掺着老头往外走 那天下雪 地下都结了冰了 我一直把他掺到汽车站 看他上了车 车开远了 我才回的家 您说我怎么样 没二话呀 君子之交 我是人之意尽 没想到 慈心生祸 您别激动 怎么了这是 转天我下班回家 我一看 我的房门都敞着呢 进贼吧 我赶紧推门一看 这王德成在屋里站着 怎么又回来了 甭问啊 他有钥匙 当时我这心里可有点不痛快 可以理解 你是房东 你能来 这毕竟房子我租着呢 这一个嫉妒房间 你接过去了 你来的话 你拿钥匙捅门就进 万一我这丢点东西 这算谁的呀 您问问吗 问是问 我可没捧着脸 毕竟人家对我不错呀 对呀 我脸上还带着笑 客客气气的 我说 我说那个 广哥 您看昨天的 一个季度房间都给您了 您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 你还问我 好假 昨天堵着小曲门 不让我进 我就搅着不得印 今天一看 国不其然呢 你不是人呢 你什么东西 什么骂人呢 咱们找派所将离去 然后给我找房 搬架滚蛋 说着话 揪着我拨领的 往楼道里边 怎么了 这些 你是说 我是委屈不委屈 怎么了 我一个季度房间给的了 我请他吃饭喝酒 他这样 打我 他弄我 您说 您说说的 是 你说这 这三个月的房间 还请吃的 油爆虾 是 油爆虾 油爆虾四十块钱 您说我卖一根 耳挖勺菜一块二 您说有他这样人没有 不是 这怎么回 是不是喝多了 我强压着心头火呀 我说那个 王哥 我还叫您一声 王哥 是 房子是您的 您让我搬家 行 可您说出来 我怎么了 我住您的房 我是窝窗剧毒 我是搞传销了 您只要说出一样来 我抱着脑袋滚出去 可您要说不出来 可就是您 一老卖老了 这话给劲 你还守这 别来这套 我闯剧毒 把你抢壁的是 你们家德行 我问问您 我这一屋子 甲具电器都哪儿去了 哎呦 他这么说我呀 当时我觉得 我都快崩溃了 我都 哎 等会儿 别忙着 不是 不是 这家具电器都哪儿去了 油宝霞呀 不是 别瞎 你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 转转转 不是 你不是说收拾干干净净的 收拾完了哪儿去了 哪儿 没哪儿 我刚才跟你说了嘛 自打搬进他们家吧 我这日子好过多了吗 不是问这个问题 我是问这东西呢 不是 你这么糊涂我 这死心眼的人 昨天他来找我干嘛来了 收房间呀 我给他一千二 一个季度的 对 仨月 然后我请他吃饭 请他喝酒 邮报仙就四十 是 我卖叶尔巴烧菜一块二 要不把他这东西 都收拾出去 哪儿来的 邮报仙跟房租啊 不是 说这么热闹 你给人家里的东西 都卖了 那那干嘛 怎么了 干嘛呀你 这老头骂你都是轻的 知道吗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刚才没飞色舞 我这收拾了 跟那没入住的 废话 你都给人搬公了 不是你是人吗你 我 我怎么不是人呢 我告诉你 我是超人呐 我一人扛笛 三人沙发下去卖的 不是你什么东西啊你 那老头能饶了你吗 哈 这王德升给我耍魂啊 就在楼道里面 不依不饶的 那找地儿说理去 我先说了 倒退三十年 我怕你 怎么着 现在你都六十多了 我怕你这个 嗯 趁他不注意 啪 干嘛呀 我来打别子 摔人家 脸朝下裤衩摔地去 哎呀 我蹿过去 骑的身上 屁屁啪啪啪 这种打呀 不这 这不恶棍吗 这不是 哎呀 正在我为民除害的时候 什么为民除害啊你 这周围的街坊邻居听见动静 都出来了 人得管你 哎 也怪我事先没大听清楚 怎么了 他住这楼啊 嗯 是天津体校的宿舍楼 嗯 体校的 里边住的多数都是那退役的田径运动员呢 啊 我这正使得劲呢 我抬头一看 嘶 哎呀 我要寡不敌众啊 嗯 这要真动起手嘞 我可能要落下风 赶紧跑啊你 哎呀 当时我一窜身进入了 狂窗把防盗门给撞了 哼 嘿 这帮运动员 这屁着啪啪撞了 嘴里还不依不饶啊 啊 突然纷飞 是 好 你说这个运动员 这个水平 这个素质怎么这么低啊 他 你舔着脸还说人家呢你 我也不怕他们 你怎么着 我隔着门跟他对骂 骂什么呀 我要出去我才孙子能 是 哎呀 这份泄气啊 哎呀 我说硬拼 估计是不行了 嗯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啊 怎么着 我先撤吧 他们家这是三楼啊 哎 我顺窗户跳去 就跑了完了 我可告诉你啊 从这三楼往下跳 可也有危险 哎呀 我一看 这我要摔得一瘸一拐的 跳下去跟他们跑 我估计跑不过呀 你登一车都不是个啊 想折吧你 干脆啊 我来一个免战高悬的 怎么着啊 我出不去 你们也进不来 等你们稍微一松懈 我再想办法 拖一 还憋着跑呢 哎呀 要说这田径运动 太讨厌了 怎么了 他什么项目都有啊 嗯 我正隔着拨里逗他们 嗯 我说要不你们上来 哎 要不你上来 上来得去 正这工夫 嗯 从楼里出了一个练 撑杆跳的 完了 拿着杆 一个剑步冲 我就窜过来 我赶紧棍窗户 裤叉一下 这人就扑到我这玻璃上 真弄我了 好 一脚把玻璃踹碎 跳进来 好 一呼着身上玻璃叉子 揪着我玻璃子 要倒霉 你信吗 哎 对 要倒血 没了 我告诉你 门一开呼拉超 一帮人 摻着王德成 全进来了 把我摁在墙上 就固定住了 我一看坏了 怎么了 这铁饼 堵着我嗓子眼 牵球搁在我天灵盖 练球在我眼前晃 标枪对着我鼻子尖 好嘛 哎呀 我说天万别动啊 一动就寡了 不到十分钟 从派出所 过去俩警察呀 一看呢 这警察跟王德成 还认识 骗着警吗 哎呦 老王 这个您没事吧 回头一看 这帮群众摁着我 警察挑大目哥呀 怎么呢 哎呀 见过那么多群众 帮着抓坏人的 控制的这么磁似的 手啊 哎对 这标枪顶着呢 行了行了 几位啊 把这运动器械先放下吧 怕跑不了啊 老王你报的警 你说说 怎么回事吧 说吧 嘿 这王德成 这没羞没套这劲啊 谁没羞没套 好这又拉着警察 这就是白贵 说我怎么 又偷他东西卖了 说我怎么打 他又怎么骂他了 那邮报瞎吃的满嘴流油 他怎么不说 说得着这个吗 警察一看 行了 咱们这个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吧 是吧 第一呢是拘留啊 第二是赔礼道歉 那腾退房子 第三是包赔一切损失 嘿 你说这警察他怎么当的 他应该站在我良民这角度 你哪国的良民啊 我告诉你 这已经便宜你了 说要说要拘留我 还拘留七天 赔礼道歉 腾退房子 说赔的全部损失 一共是一千五百块钱 罪有应得 你拘留我 我认了 咱老话说的好 打了不发呀 你说哪要赔他一千五百块钱 你不是废话吗 这破家之万贯 你把人东西倒卖了 你就得赔人钱 一千五百块钱 我哪一千五 我这满兜就二百六十块钱 你按要不要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当老赖 还得法办你 你们讲理不讲理 谁不讲理啊 我昨天给他一千二 你都想黑吃黑啊你 那一千二给完了 还差三百呢 就二百六 一分都不能多了 你凭什么呀 邮报下四十呢 还算他这 好 感谢两位 感谢两位